200瓶空間赤資三億打造 這也是台積電創新館 預計5號對外開放 但提到台積電 當然少不了靈魂人物 張忠萌 打橋牌的樂園 我是在中學的時候 就開始打橋牌了 那那個時候是因為有同學 也喜歡他 董事長現身說法 用虛擬形式 跟人互動 有趣的是發問之前 還讓你先拍照 好像跟張忠萌親自問答 而二十幾題的題目 從公司治理到張忠萌 個人興趣 我們當然就預先把一些 大家最可能最想知道的問題 都先預錄下來 那預錄下來之後呢 讓董事長 他可以針對這些問題先回答 從嬰兒到小朋友 甚至連日記都收在張忠萌展區 說珍貴的手稿 代表創新的台積電少不了 互動科技 一個電阻式的方式的時候 我們每一次 你能點的觸控點就只有一個 你不可能多點太多個 那之後呢 進入到電容式的時候 它呢可以多點式觸控 用對比方式呈現集體電路 進化狀況 不說教 用直觀思維 讓一般人了解晶圓代工是什麼 甚至有互動遊戲 帶你了解電子產品 內藏多少晶片 其實館內處處有巧思 就連小劇場大螢幕也有玄機 台積公司驅動創新 戰縫無心精彩 參觀到最後 只見一排雜亂鐵絲 但燈光打下去 嚴峻挑戰後面是美好未來 原來這是張忠謀親筆題字 也象徵台積電創業之路 從無到有將近三十年 成為全球晶圓代工霸主 三地新聞於城湖 吳凱中新俗財務報道